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三学小脆皮内肩有三学小脆皮的玩法引起来更加刺激一点 好 主攻选择了孙奔 孙奔对于内肩来说不是个坏事 因为以前很多人觉得觉醒孙奔单挑太强 第一他不一定能觉醒 第二反贼会先干忠诚 好 我们看小树格上来比较诡异 顺了一下主攻 主攻无懈 他气了一个黑闪电 这种情况下 鲁树盲目的耗施 他是值得让我们鄙视的是吧 这属于菜了级的选手 而且又是个反贼 作为一个内肩 看见反贼出了一个菜料级选手 我们算是比较高兴的 这对我们内肩的控场来说是一个好事 然后场上又有一个离开的徐树 不管怎么说 你离开 我摸牌 大家一起好 但是如果他是忠诚的话了 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麻烦的 好 我们看左侍他顺了千阳 居然都没有顺我们的八卦阵 我们是明着抢了反贼鲁树的八卦的是吧 他没有顺八卦阵 顺的是徐树 九杀的也是徐树 然后又开了一个AOE 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忠诚 好 我们看这个诸葛亮刚才诡异的动作 现在用无懈来保护鲁树 看样子确实是真的反贼 我们看我们下面怎么搞你 打谁你 我们直接选择弃牌 谁都不得罪 没办法 好 我们看张辽会怎么动 张辽选择偷孙策跟我们反贼 还把我们的陶子给偷去了 这样看来反贼的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 然后拆了一下左辞的狮子 好 但是我们的忠诚方 好 四马一没有动 没有动 我们就不客气了 赶紧抢他的防锯 把加一马也抢过来了 第一轮蔡夫人发挥就不错 这得益于一个耗施的鲁树 鲁树的耗施是不算出牌的是吧 这个被我们偷了一个八卦 然后又有一个离线的徐树 然后这个四马一一上 四马一一上来也低调了一下 好 我们看这个小祖哥果然是忠诚 那既然是忠诚 你干嘛要给鲁树打无限 他可能不确定鲁树是不是反贼 在我们眼里 这鲁树看着小祖哥顺了顺侧一下 这鲁树说不定就是反贼 当然也不排除他是一个高端的忠诚 所以说小祖哥冒然的算是投桃报李 你给我这么多牌 我给你打个无限 也算是有良心 良心玩家 好 我们四马一反馈了祖哥亮的牌 但是无传我们心里的忠诚已经齐了 是吧 这明摆的两宗出来了 我们是个内奸 好 鲁树再放一蓝蛮 这蓝蛮难道是要张辽的命吗 这鲁树看样子 他也可能是想打死佐茨 结果佐茨的自愈非常给力 一逃一杀 我们也不得已掉血了 张辽死不了的 他拖了我们的桃 我们发现佐茨用桃子救了张辽 我去 这样的话 佐茨是反贼 那还真不清楚 司马懿跟徐树是什么情况 是吧 鲁树已经把自己的牌打空了 然后用最后一张装备换了 诸葛亮跟佐茨 因为佐茨死亡是个名的杀 是吧 可能觉得没什么 还是个红色的杀 诸葛亮拿了也没杀卵用 好 我们继续看着徐树离开摸牌 这个佐茨这个拆 看上是真正的反贼 鲁甲包换 把张辽的乐也拆了 那这样的话 徐树如果这王是忠诚 司马懿就是反贼 徐树是反 司马懿就是忠诚 大家看到很不幸 徐树是忠诚 一上来一个忠诚 从头到尾没有替我们内甸打过弓 直接就离开了 唯一的好处就是帮我们额外的摸了两人的牌 就是两张牌 现在情况下 一个忠诚阵王 反贼的话比较健康 都比较健康 最多的是凉血 但是鲁树裸奔了 裸奔的话 我们赶紧杀一刀 直接献周 这个主攻让主攻打三个人 主攻挂了一个长武器 是可以同时打敌人三滴血的 这个相当的犀利 但是这现周的装备有可能会被藏良偷过去 看藏良把我们偷我们的桃子吃了 不知道偷了主攻的装备没有 偷了个嘉义码 他不敢挂 因为有我们在 我们这个窃听神迹的威慑下 他如果挂了嘉义码 被我们扒过来司马懿的九杀 就杀不就够不着我们了 是吧 好 还好我们有一张伞 躲过了九杀 这时候孙笨不客气 准备收鲁树的人头了 反正方的桃子应该是差不多了 是吧 左侄是明的裸奔 张辽已经把透我们桃子吃了 司马懿一个医血的样子 看着就不像有桃 好 这时候主攻这个火攻 如果命中的话 司马懿就拜拜了 那我们就进入了五人局 这样子 刚刚由于中城的离线 导致的劣势已经被搬回来了 现在进入五人局 就是一个军事 甚至祖中方还占点优势 因为祖公的手牌 收了反贼非常的充裕 又是一个火攻 如果能再压张辽一滴血的话 果然 那祖中方就已经进入优势了 好在我们内奸不是吃素的 还是个满血 手上还握了一桃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 跟祖中方玩耍一下的 这下子 张辽求逃 我们只能救了 为了保持军事的五人局 但张辽都认为 诸葛亮是内奸 实际上诸葛亮第一开始 顺 思想装 结果没有装的太像 名字气了一个黑 但是是可以骗过 厂商不太认真的 或者头脑比较简单 也不是说 头脑结束 玩三国杀的头脑 比较简单的玩家 比如说鲁树 是吧 这时候 毕竟三国杀这个游戏 大家玩起来 并不一定是全身贯注的 就有可能就这么 看一看 一个顺 这个动作 就认为他是反贼 实际上他气了 明的气了 一个黑的闪电 结果鲁树 贸然耗着诸葛亮还 也替他打了一个无懈可击 也算是投桃报李了 他装身份骗得的收益 就这么一个无懈可击 就黄回去了一些 好 不管怎么说 这个诸葛亮 火诸葛会会玩一下身份 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个鲁树 刚才这个贸然的动作 是在我的视频里 一向都是鄙视的 是吧 好 这个国杀 我们现在准备 对着这个忠诚进攻一下了 好 现在气一张杀 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不过不进攻 这个诸葛亮的话 这个佐词是可以 是可能帮我们去进攻的 所以说我们也用不着 这么着急 然后这个张辽目前来看 也比较安全 这个孙策 孙盾果然 也贸然的挂了荣王盾 就是造福我们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回窃听 发挥的非常漂亮 这个张辽都已经 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这个窃听好厉害 当然这个时候 人家夸你 千万不要盲目的得意 当然我们这又窃听了 一个持有双武剑 这样的 因为我说过 在三方博弈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低调 有人夸你 就代表他是在明着 这个梭里强 他的明着告诉场上的人 你这个技能强 这样对我们这种 想低调的内奸来说 并不是太好的一个事情 好 这个张辽又气了 又气了牌 又没动 又被我们扒了加一把 我们现在已经身装在手 天下我有 哎呀 这一个神的神调戏 这一调戏 调戏出了一个神器 到我们手上了 好 这个主公 有张辽看样子是没有闪了 这个铁锁最后一滴血的时候也没有闪 我们争取用这个诸葛联组把它收了 当然这个佐词是有这个 他有这个这个什么奇策 奇奔 有可能张辽这个人头 哎呦 还不一定能到佐词那里 还好他手上有个桃 还能支持一回 如果支持不住的话 看样子是要被佐词收了 看这样 哎呦 这诸葛亮还真给力 挂出一个杖八 这样的话 那佐词待会一个奇奔 又收张辽 又收佐词亮 那我们要干掉这个满血的佐词 还不那么容易 我们看看后面的情节怎么发展 过来佐词 哎呦 直接套出一个决斗 那看样子 他那个不用奇奔 就把这个佐词亮收了 主公这个桃 救的有点貌似了 要叫这一个杀 其实主公不用叫 当然你叫一下 把他这个奇奔逼出来也可以 那个忠诚都说别叫 叫了也没用 哎 大家发现没有 佐词没有奇奔 没有奇奔 这个蓝湾路心或者万箭齐发 那就不客气了 我们又摸了一个杀 那这样的话 张辽人头就是我们的了 我们先用调击剑 这排序排序不错 又调起了一个叉 那个收了张辽 然后佐词肯定不是桃 是吧 主公手上肯定不会留一个桃 你试桃的话早就救了 好 我们看他是杀牌 这个骑着一个杀一个伞 然后再杀他一刀 把这个伞用掉 再杀一刀 可以怎么样 好 看到这回 这回能够 哎呀 一个酒 一个杀的运气不错了 还要 还要一下了 我们先放这个万箭 让他把这个酒喝了 他如果再 骑 骑 再自愈成功的话 我们就气这个伞 好 他终于 没有没货了 一个桃源 一个杀 最后一个梅花杀 教他主人 跟主公直接进入单挑 还可以把主公压到凉血 再乐住 这样的话形式对我们非常有利 我们建议把这个青蛙剑换掉 不用带这个诸葛连弩 当然毕竟对方是孙奔 我们想连续的对他进行打击 留着这个诸葛连弩也说得过去 是吧 好 结果我们这个断杀了 孙奔继续凉血 他后面 如果我们一个加一马 一个人王盾 卡着孙奔是非常有 有作用的 是可以拼命的窃听 孙策这个玩家 明显不懂 不懂我们的技能 他刚才把加一马气了 我们已经有加一马的情况下 是不能再扒他的加一马的 是吧 所以他刚才贸然带人王盾 被我们扒人王盾 就说明他不太懂我们的技能 刚才又七加一马 显示出他确实不懂我们的技能 好 这一个红杀 这样的话肯定不会 白白的送他觉醒了 是吧 我们慢慢的妥妥的跟他打 没有觉醒的孙奔 是单挑能力 是一般的 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武器 好 他既然借我们刀杀 他我们肯定不会给他 这个冠师斧 你要觉醒就觉醒 毕竟你要下一回合才能觉醒 是吧 好 我们这一个素手枪 顺了一个红杀 那就跟你拼了 你除非是酒和核桃 否则的话 你是活不过 这一下子 结果我们成功的干掉了孙奔 获得运筹帷幄的战功 这把这个蔡夫人内奸 应该还是比较的漂亮 窃听和那个献周 两个技能都发挥的不错 尤其是窃听 这装备抢的爽爽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最后以神装 傲视主攻 虽然我们都是一滴血 但是看看我们身上穿的 绫罗绸缎 加上你这身寒酸的身板 搞不过我们的 第二局又是一个内奸 主攻依然是孙奔 这个孙奔主攻 毕竟在 在这个路人局 还是挺挺流行的 我当反折的时候 碰到碰见孙奔主攻 就是一声叹息 知道这把 肯定要打很久了 一般情况下 就是要打很久了 因为有时候玩三国杀 就想爽爽的 赶紧结束一盘 是吧 领了一个奖励 就算了 如果是孙奔主攻的话 就代表着 你要从忠诚开始杀起 从忠诚内奸主攻 这样围观的打 那是肯定 想迅速的完成一局 得到什么银俩 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 我们看二号位是个夏侯士 现在夏侯士的配音 还是配的不错的 不得不战一下 比那个什么 钟尧的配音要好得多 是吧 什么钟尧的配音 非常的土 好 我们看夏侯士 跳了一个凡 顺了一下八卦阵 就把远位的貂蝉 比较像 基本上是比较名的 一个忠诚连给乐住了 好 我们看鲁树 这一猜 然后就一个支霸 看样子也跳了一个反贼 前面 看着这个满宠一上来 就被主攻压制住了 满宠跟鲁树 如果他也是反贼的话 他跟鲁树是有配合的 但是好在他们两个位置 并不爽 如果他跟鲁树换一个位置的话 那就更犀利了 因为满宠先动 把自己的牌迅行出去 鲁树再把它撸回来 是吧 这样的话 非常的爽 但是是鲁树先 满宠后 那就差一点了 毕竟如果你满宠 手上的牌 没什么牌的话 是手 身上的 这身板是扛不住的 比如说我们将会把你最后一张牌挑掉 然后给你杀 你连欲奔都发挥不了 是吧 这种乖乖的掉血 好 现在有鲁树在的话 这个反无蟹 我们其实可以考虑打 我们可能想这个反无蟹 是留给貂蝉的 我们觉得已经三个反出来了 这个貂蝉再是反贼的几率就不大了 是吧 十有八角 他真是忠诚 好 这貂蝉果然 跳了一个钟 这样的话 满宠一下子就要奄奄一息了 看他会不会理解 他果然 理解满宠跟孙笨 鲁树亮了一个明桃子 但是举兽 那个举兽 表示我也是反贼 那这样的话 钟城方实力还是有点强大 有元素坐镇八后卫 这样他肯定搞得出一些动作来的 这满宠很有可能就岌岌可危了 果然这一个九杀要俩 俩逃 鲁树手上有一名名桃 下号是表示我没桃 脱管 好 鲁树一救 哎呦 手上两个桃 一下子把满宠给捞回来 好 这个 这个你可以考虑拿蓝蛮 然后主攻拿无蟹 结果这个元素拿了无蟹 那这样的话 满宠肯定是死不了了 是吧 除非你这个元素手上还有什么进攻的手段 好 看看满宠 拿了一个 满宠 拿了满 那我们就拿个杀 给雕塞一个伞 好 看元素没有什么手段 他刚才那个拿牌就是错误的 是吧 明显是拿了满主攻 拿无蟹 看看把蓝蛮放出去 能不能把那个满宠搞死 好 我们看下回是这一轮 第一轮他的桥石 基本上没有发挥 是吧 但是他这回回合外三手排过 是乔石最好发挥的时候 就是三手排发挥的时候 他如果乔石不能发挥 他的谚语就不能发挥 是吧 好 满宠把这个交伞给翻了 然后好在我们就留了一个伞 是吧 然后可以伞过 他这一伞 好 这样的话 他切了这么多伞 十九八九 哎呦 我们来了神器 那你所谓是杀 我们也挑 然后给你一个 给你 让你享受菊花被爆的疼痛 是吧 刚才鲁树已经掏了两个桃 反贼方还能掏出两个桃吗 我表示怀疑 这个家伙是表示托管了 这样的话 蓝宠就乖乖的去了 好 我们先收了一个反贼 然后把桃园开出去 给自己加满血 然后这样的话 又进入一个僵持局 哦 元素 还有一个无蟹 替鲁树打了 那我们这四张牌 十九八九 是要被鲁树给撸的 这个鲁树还有白银狮子 好 我们看橘兽 他肯定是回后外三排 满血 这样的话 夏侯士来一个乔石 第二轮终于得到了一个两收益 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夏侯士 他其实收益还是很稳定的 是吧 你只要一轮发挥一次 对队友发挥一次 就是一个两收益 可以说是相当的爽 如果发挥的多的话 那收益就多 同时他这个谚语 在跟着发挥 他的收益就爆表了 就爆表了 好 我们看他手上有一个桃 也可能是乔石摸了 也可能是只有一个桃救不回满宠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孙奔这么一拆 拆了加一把 然后再次一顺 顺着一个八卦阵 十九八九 这样的话 他把手牌打得比较少的话 那个鲁树就拿他 没有太多的办法 何况鲁树能不能动 还成问题 看桃子求到拘兽那里 拘兽有一个桃 捞了回来 好 夏侯士依然只有五牌启动 五牌启动 艳雨不一定能发挥 看看 也重组一次 好 开了五五风灯 看样子艳雨是可以发挥了 他是拿桃拿乐还是拿杀 三张牌都对他有用 他也在纠结很久 最后选择了桃子 幸亏他选择了桃子 是吧 如果他没有选择桃子 桃子都到不了 反击方手里 元素直接一个无懈 好 夏依然是看样子 他拿桃子就把桃子气了 这牌打的 难道是告诉鲁树要换他吗 但是他现在也没啥可换的 他换换我们 这是对的 他气了桃 但是虽然你气了桃 你这手上留的是这么暴力的牌 即使真的被换过来了 那又怎么样呢 好 鲁树最后一张牌 我们先一条 一杀我们一闪 那你反正灌不出去 把你的菊花交出来 我们知道夏侯斯手上还有一个桃子 你救了之后 我们再补一个万剑 或者补一个决斗 看看我们 夏侯斯还不错 直接放弃了 直接放弃了这个鲁树 觉得要救也救不回来了 然后他这个放弃 放弃的还是有点犀利 是吧 这样的话 我们果然开始打忠诚 把内奸给跳出来了 这张万剑 看样子也存不住了 存不住就放出去 看能不能干死雕蚕 这是祖宗方第一次求逃 第一次求逃 所以元素掏出一个桃子来说 没有什么奇怪的 好 那这样的话 连死两个反 那个雕蚕又没有死 还可以再动一下 如果雕蚕这样这么一动 狙兽目前来说 也不是那么怕 他既然让我们限出杀 那我们还有一张杀 狙兽估计是有伞 狙兽这一动 能不能打死雕蚕 或者打死这个元素 拭目以待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直接把雕蚕爆了 我们手上留了一个红沙 就是来爆你的 那个龙王盾的 毕竟雕蚕没有的菊花 我们绝不能 绝不能轻易放过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居住石北 实际上有点尴尬 他面对着手握一堆牌的元素 元素杀里 你还是得老老实实的闪 不知道他有没有下招 因为后面的事情 是不可预测的 然后这个主公空喝一口酒 这不知道为什么 夏娃士说你喝酒 吓唬我 我是吓大的 主公表示我的武器 哪去了 好 这时候夏娃士发挥了 他的谚语 他已经重铸过两个杀了 回货还还挺多的 第三个话杀都重铸了 哎呦 我们刚觉得郁闷的时候 他把这个两个人连起来了 我们可不想一刀带走两个忠诚 变得主公仇恨我们 他这个火攻命中了之后 这样的话 这个貂蚕就走了 我们下一把就不用再打 这个元素了 哎呦 这夏娃士还更加心力 连元素也要一起带走 那你带走就带走吧 我们感谢你的贡献 连干死两个忠 这样说的话 在主公在主公心里 那个代飞这两个忠的不是我们 虽然我们也试图进攻这个貂蚕 但是真正让貂蚕和元素 死于非命的是这个夏娃士 所以他心中更加怨恨的 应该是反贼 而不是我们内奸 这对内奸的控场 尤其在主内反反的四人局的控场 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所以如果你被主公嘲了 他不跟你合作 那你是任你三头六臂 也难得获胜 他如果表示要杀你 两个反贼一看 落井下石 重有十条命 也扛不住 好 这个情况下 这个主公 应该不会恨我们 毕竟这个杀貂蚕杀元素的仇人 就在你旁边 是这个夏娃士 他肯定会去干这个夏娃士的 但是我们现在控场的难点 就在于主公不招打 我们这个内奸招打了 这种三方博弈的2v2 就看谁是炮灰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如果我们是炮灰的话 这个情况就比较头疼 好 我们就顺一下 只顺了一个9 可惜 可惜 我们就挑一下吧 挑了一下 这个举手说要玩 实际上我们没杀 这个9先留着 待会配合古灵刀9杀 如果再来一张铁锁 就更美妙了 你看就像我们说的 举手果然是打我们 不打孙笨 是吧 这样的话 夏娃士 他如果有杀 这个调习剑调习谁 十有八角 是我们 不是这个孙笨 所以说我们 有点头疼 哎呀 这个篮盘下去 我们又得乖乖掉血了 好在 待会有两桃 可以现在爽爽的吃上一口 好 看夏娃士断杀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 哎呀 这个9杀现在就要拍过去吗 我们先调戏一下 好 他肯定是断杀了 是吧 我们把他伞给调掉 这一个9杀 可能有几个伞 哎呦 他手上伞还真多 当然这也是正常的 既然断杀了 十有八九 手上就是伞 好 举手来杀我们 我们一下子空城了 就就等觉醒 这时候 那个夏娃士再打我们 也无所谓了 反正那个你打我们 我们反正这这滴血也是要掉的 除非你9杀我们 好 看夏娃士能不能裸摸9杀 把杀给重铸掉了 确实知道卡我们没什么意 哎呦 他把这个古丁拿去了 好在他没有杀 只有一张古丁 手上是明的 还穿了一塘甲 哎呀 大家看我们的觉醒 直接来了 9火杀 同时还有一铁锁连环 马上后面的事情非常暴力 18岁以下的观众请在家长陪同下观看啊 我们已经把夏娃士跟鞠兽绑起来 然后八掉他最后一张牌 一个角火杀啊 这样子是三血啊 夏娃士要求两个桃 同时举兽也要求一个桃 是吧 如果举兽没有桃的话 他的石北连发挥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就倒下了 我们跟主公一样一口气 就跟主公进入了单挑啊 先拆了主公的武器啊 然后再放一个蓝蛮 压制压他杀 这个蓝蛮主要是存不住了 是吧 不放啊 当然我们存这也行啊 这个下轮再放 好 我们把这个家里马挂上是没问题的 你别告诉我 你没有挑衅技能了 虽然没有挑衅技能 但我们安全了 然后同时可以稳定的关心 那这样的话依然不亏 是吧 这样我们这样下去的话 主公他如果不挂武器 不拆我们家里马 他没法进攻我们 他迟早 他是要挂武器的 迟早他会来主动送我们这个挑衅技能的 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 好 现在慢慢的啊 毕竟是无血顺奔啊 我们在这个单挑的时候 虽然我们的状态不错 主公的状态也也很不错啊 无血 但是我们的状态显然更好啊 这个觉醒将为啊 不怕乐 不怕兵 是吧 基本上你这个乐 我们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同时我们的一个加一马啊 一个减一马 是什么 要啥有啥 好 现在他挂了一个杖八 我们就不好随便挑衅了吗 其实照条啊 现在已经把他的牌给搞光了啊 结果这家伙裸摸还挺给力啊 干掉了我们的这个加一马 同时把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血量都压上去了 哎呦 我们刚才是没有挑衅的 显然挑衅他这个杖八呀 留他这个杖八做肾 居然被他压到一血了 好 我们把这个接刀放着 哎呦 结果借过了杖八 又没有什么牌 好在来了一桃子 好 主公回到四血 我们再来一个杀 把他杀到三血 哎 我们有两个杀 让他杀到两血 实际上我们排序错误的啊 心安 当然也行啊 他如果能激昂出散的话 他怎么样 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这周连着两个杀啊 不管你激昂什么牌了 就一口气要推死他了 如果他激昂给力的话 没推死了 他这个反杀 说不定我们还扛不住啊 这是我们毕竟也只有两血无防具 但是好在人品顶座 大家看到孙奔的牌啊 如果让他顺利觉醒的话 他这个牌说不定就把我们给反杀了 好 最后进入压轴录像 主公不再是孙奔了 大家不用再审美疲劳了啊 主公换成了这个流氓云 流氓云主公作为内奸的话 显然如果为单挑考虑 可以选择戒黄盖 但是我们已经给换掉了 毕竟戒黄盖一上来反贼脸太明显 但是我们选的这个借州鱼啊 一样啊 对于流氓云来说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反贼脸啊 同时比戒黄盖还要脆 只有三血 好 八号位这个周泰啊 表示你来冲阵我 我就奋机 那实际上啊 这个流氓云虽然被奋机了 但是依然啊 这个冲阵也是赚到收益了 是吧 毕竟他用一张 让你掉了一血啊 虽然你掉一血摸两排是个零收益啊 我还顺了你一张 还杀了一刀 让你戳了个闪 好 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克星出现 这个马超 但流氓云表示我 哥我牌多啊 你这个这个铁技不是真正的强命啊 多弃一张牌即可 好 这个蓝蛮不一定能压到流氓云的血 是吧 流氓云肯定手上还是有杀的 在这个忠诚徐术的包摆下 那个感觉打玩的非常愉快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武将张鲁啊 这是个 我以前也放过他 他也是非常硬啊 这样的话反贼方 他刚才顺文 没有顺这个马超的武器 十九八九是反贼 反贼方的这个这个 有两个皮操落后的啊 这个一个张鲁一个招态 我们就随便往下架砍一刀了啊 是吧 因为这个貂蝉十九八九 也是来克制流氓云的 我们作为内奸 就不得罪名的啊 这个反贼 我们去得罪这个后面的这个 果然啊 这个反贼来帮我们了 我们跟貂蝉互换了身份 调蝉这个时候来继续打我们啊 然后离间的时候 他应该是把身份给跳出来了啊 他让流氓云先出的杀 是吧 这明摆的 那是这个想跳出身份 但是就看这个反 机制的反贼 对我们买不买账了啊 如果反正对我们买账的话 我们已经岌岌可危了 是吧 这寻遇跳了一个忠诚 给主公补了牌了 周泰就是反贼了 反贼帮出现了两个皮操落后的啊 两个脆皮 两个 两个盾将 所以我们肯定是 只能啊 这个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是想希望让张鲁跟周泰先死 是吧 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我们只能让这两个脆的先死 这一个貂蝉 一个剑马超 好 我们看主公知道这个貂蝉是反 是吧 直接决斗了一个貂蝉 他是记得离间 是让他先出了杀 那我们看这个反贼会不会 如果反贼会过来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危险了 这两个人要激活我们的话 还好 马超是没有武器 这个张鲁目前来说也看不到武器 哎呦 这就是貂蝉狠啊 这样的话 我们让貂蝉摸一张 我们死都不让他摸 居然一上来被反贼坑成这样了 结果貂蝉扣我们这个张鲁 居然把我们救回来了啊 这又是我一再强调的 这个玩不懂身份的玩家啊 在这个身份局一定是 肯定是要吃亏的 你这个连身份都看不懂 你是你瞎搞瞎搞啥呢 当然 你既然看不懂身份 我们就继续把这个事情给模糊下去 我们继续打这个貂蝉 你本来就是反贼啊 打你就是就是活该是吧 好 这样的话 这个主公都不买账啊 主公都去打这个这个貂蝉 同时我们也跟着打这个貂蝉 然后反贼在保我们啊 这个乐部数添过了 有张鲁神棍 强行令他重乐 但这样的话 看看这个徐玉跟这个徐树 会不会去保这个貂蝉 这个才是让我们头疼的是吧 如果他们俩要保这个貂蝉的话 那又看谁快了 是你们俩保的快 还是我们跟反贼啊 是我们家这两个反贼推的快 好 这个徐玉 这个这个解密 是补了一张牌 但是有徐树的包养 他这个血线并不 那个堪忧 哎呦 手上何况手上还有桃子 是吧 好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火攻的话 徐树他是不受火攻的伤害的 他的贴索并没有截 周泰把自己打到零排 零排的周泰的话 就看他的人品了 哎呦 这拆了这个桃 周泰又又一个奋机 那看看样子 赵云要打谁 一个九杀 九杀马超啊 这还不如把酒留着 直接杀周泰呢 就杀马超 当然想着周泰比较顿 可能是要杀着马超 这个命中率可能 即使啊 那个不能命中就算了 能命中的话 压马超两血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事儿 好 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反贼虽然在保我们 但是忠诚也去保养貂蚕了 但是好在反贼还在继续压貂蚕 就看谁快 跟忠诚跟反贼抢时间 是我们两个反加一个类 三个人推貂蚕快 还是你们一个组 两个宗保貂蚕快 好 这个九杀相当漂亮 我们看徐树刚才是亮了桃子的 看他救不救 哎呦 可惜 他救了 救了就好 看我们能不能补刀 将这个貂蚕带 还好来了一杖八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刀给补出去 然后我们选择把简一马跟这个加一马给拍出去 我们身上马多 是吧 跨下宝马一共有三个 好 这样子吊蚕终于倒下了 大家可以亲眼看见 他的真实的身份是反贼 我们是内奸 这个时候我们用了一下徐王宝盒 想考思考一下 好 既然反贼已死 还有这个周泰 虽然周泰的是那个真正的血比较多 但是我们也选择先压制一下忠诚 把这个徐树的八卦阵想扒掉 因为忠诚的恢复能力也是很强的 实际上我们这把内奸很苦 这两个反贼比较顿 这一个忠诚在徐树的保养下 这样徐域恢复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中反互相的内耗 赶紧把其中一方给打下去 好 这个杀 哎呦 张鲁的两个米全是红米 这样的话 对这个八卦阵就无可奈何了 好 赵云继续决斗周泰 杀周泰 周泰已经三个窗 这是我们家的周泰 一般三四个窗就要完蛋了 好 看看马超在犹豫 不救 看看周泰有没有四个窗 哎呦 周泰四个窗 人家的周泰一般的窗就比较强了 赵云把自己打成零首牌 至于吗 他可能想徐域反正可以包养他 好 看着徐树白天四次这一举剑 祖宗方的血量又比较爽了 所以我们内奸就更加头疼了 这两个顿将我们把速度加快一点了 这看样子是持久战 好 我们非常高兴 虽然我们一直是医血在这挂着 但是毕竟借州鱼的借英姿医血也能存三排 这对我们是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我们的装备也比较多 这个一时半回 现在也没人来激活我们 周泰给我们拉了嘲讽 虽然是盾将 但是替我们拉了 吸引了非常多的火力 第五个窗的时候 马超 hold不住了 是吧 该开始救了 这也确实他也该救了 五个窗之后 周泰已经生病 奄奄一息 马超居然气了闪电 他不知道这有个神棍在这吗 好 当然这是因为张鲁 大家并不熟悉他的技能 这个将虽然实力还是可以的 但是大家见的比较少 好 我们这下应该把泪跳出来了 明着气了一个火砂 这样有火砂的话肯定就去砍 真正是反贼的话 肯定去砍徐树去了 好 这时候张鲁米又收回来了 待会他又可以放米 又可以过牌 这时候周泰已经七个 这六个窗求到第七个的时候 重复了 但他手上也扭一口酒 又把自己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我们现在越来越头疼了 这反正什么时候才能死 周泰死完之后 这张鲁米怎么死 这还有满血的 主中方四个人都是满血 好 我们作为一个内奸 反而是场上一个医血 奄奄一息的一个人 这是世道 好 我们终于拿了一个桃 我们在长期医血的情况下 终于可以恢复一点血线了 七排启动 张鲁米给咱搞点动作出来 把主中方连起来一个火攻 不错 压主中方三血 结果只压两血 我又忘记了徐树不吃火攻的 我们把桃子吃掉 压制一下徐树 可惜没有拆他什么牌 但他手上是有桃子有伞的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杀剑马超 真正正正的把自己的内奸的身份 给跳了回来 好 我看看后面是剧情 如何发展 徐域居然气了个酒 居然气酒 还不如把酒杀砍出去呢 好 这周泰给力 这下是徐域的八卦 即使他叛红 有张鲁在 是保证他叛黑的 这个徐树手上是有一个鸣的桃子 结果徐域自己手上 还有一个酒 一个桃 认识不死 认识不死 这回徐树一动 看样子徐域又会回到两血了 他这个寒冰剑 是明白的 是可以举剑的 好 他手上还有一个铁锁了 手上还有一个寒冰 还有一个寒冰 这个张鲁也hold不住了 六窗的周泰 张鲁也忍不住要出桃子了 这个时候 我们得把主中方控制一下 又压制一下反贼 左右控掌这样做是可以 但是很容易拉仇恨的 但是好在现在我们的仇恨 都不在 这个仇恨 无论是主中方的仇恨 还是反贼方的仇恨 都不在我们身上 主中方的仇恨在周泰身上 已经溜疮了 反贼方的仇恨 在徐域跟徐树身上 也不会在我们身上 毕竟我们这个泪 还是跳得比较明显的 好 这个季导云 这个不是季导云 流氓云依然把自己打成零首牌 这样的话就变相了 在保护徐域 他这个情况下一般反贼 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 不可能去打徐域的 因为介绍云零首牌 好 徐树开始举荐 赵云我们很高兴 这样的话就给了 我们打徐域的动机 你及时补也只能补两牌了 对吧 我们结果还是打了张鲁 觉得可能张鲁更硬一点 当然我们打了这个季寞 张鲁把米一换 自己的血又回来了 所以说很郁闷 包括徐树都已经说了 这货根本打不死 当然他因为不是跟我们一边的 他说这话实际上就是来 通过语言引导我们内奸 让我们内奸多帮着 多帮着祖中方一下 多打打张鲁 张鲁的桃子还很多 毕竟他过牌能力还是很强的 好 祖中方依然激活 周泰已经七窗的时候 重复 他又逃出了一个桃子 好 徐树继续在包养祖宫 这对我们内奸来说是好事 他要不停的包养徐域 那我们才是头疼了 好 马超把蓝蛮给气了 那当然是可以的 哎呦 张鲁这一下子 又把我们打成医学了 作为一个内奸 长期保持医学状态 非常的头疼 张鲁又亮了一下 手上是个明桃子 我们这时候干脆把 这个冠师傅给徐树了 让他帮我们打工去 可以拿起冠师傅 跟我们拍张鲁 是吧 好 这个时候 周泰七个不屈的时候 终于不行了 第八个不屈又开始求桃 结果张鲁的桃子相当的多 这是两个桃 将周泰给捞回来 这个七不屈的周泰就是不死 但是他虽然不死 但是他手牌数已经不多了 赵云就是一个冲阵 他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失败的话 我干脆就不给你人头 好 结果他第八个不屈又成功了 非常的悲剧 这个张鲁同样 他换一下明 那个手上的牌 那个手上的血量又回来了 哎呦 这个别人家的周泰 直接九不屈就是不死 好 但是这有一个冠师傅 看样子我们本来想让他 灌这个张鲁 不用了 直接去灌这个周泰去 周泰终于在第十个不屈的时候 倒下了 好 这一把牌都是基本牌 徐树悲剧的气调 开始包养这个徐玉 好 这个剑马超挂起武器 开始打徐玉 这不错啊 这都是好事 他这个决斗还砸脚了 连着两个决斗 把徐玉打死了 那就太漂亮了 哎呀 刚刚死一个反贼 就一个忠诚倒下了 局势又激怒了 内奸比较喜欢的节奏 五人局 同时我们依然是一个医血内奸 在五人局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嘲讽 一定不要在我们身上 我们这个杀这个徐树一下 真把他杀死了 还真不好搞 你真杀着这个徐树 你说这两个人会打谁 这个剑马超或许会去打 这个流氓云 这个张鲁是十有八九 是来打你的 但是我们仗着有流氓盾 有加一马 这个无所谓 好 这个张鲁开始进行 无意义的改判 把这个米给去掉 想让自己早点 把自己的血量回起来 我们这时候可以选择 把这个米抢过来 但是他我们已经有加一马了 白抢他这个米毫无意义 是吧 好 我们就一个黑桃反剑 想扒掉他的加一马 这个马超表示干脆 我反正不给你三张牌 是吧 我直接选择流氓体力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了 够不着马超杀张鲁又是白杀 所以说只能七杀过 徐树在最后十之前 把主攻养得肥肥的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马超拆了我们的盾 跑去杀徐树 这真是寂寞 这真是寂寞 何人你想拆盾 他不知道是想干嘛 又想杀徐树 又不拆桃子 好 我们这个无限下去 拆了他的麻 然后再藏了一个拆 拆了他最后一张伞 像一刀降到戴飞 叹了一口气 我们又可以回到凉血了 真不容易 好 这时候留医血的忠诚 是很必要的 是吧 否则的话 张鲁还真不知道去干谁 好 现在徐树 最后燃烧自己 现在把主攻给包养起来 张鲁结果一个勒布施主 又把主攻给定住了 有他在勒布施主 是不可能添过的 他肯定是放了非红刀牌 好 我们再用方片 扒掉他的木鲁龙法 你不想流失体力 就乖乖的把木鲁龙法给扔掉 好 我们最后靠着一个杖八 干掉了徐树 进入了祖类凡 好 在这个祖类凡底 看这个主攻打谁了 但是我们有天然的 这个加一马八卦胜 这个主攻跑去打张鲁 这一下两血张鲁 拿回两个米回一滴血 是吧 还是可以的 还是有收益的 这样的话 张鲁再动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 他又吃了个桃 又是一个三血两米的状态 所以说他这样的不停的招打 是有点拉仇恨的 祖宫希望祖宫能跟着我们一起干他 我们又干了他一下 如果祖宫只是轻易的 一个打那就不要打了 要打就九杀 是吧 就直接让他没有机会再发挥 好 现在祖宫很高兴 跟我们进入了单挑 他是三血 他上限是四 我们是二 上限是三 但是我们有反剑 加上有戒因之 对你的流氓云在技能上 实行压制 是吧 我们这个技能压制 是相当犀利的 八卦阵 就比较克你的进攻 加上我们的反剑 直接压你的血量 或者看你的底裤 是吧 你底裤背看 你还有什么神秘感可言呢 不过他运气还比较不错 将我们压到最后一滴血 结果我们直接裸摸一个顺手牵羊 就向他代飞 这把内奸赢得非常的艰苦 一上来 很顺利的跟这个貂蝉交换了身份 貂蝉虽然明着跳了反 还被主公决斗了一下 但是依然换不醒 这两个被一夜障目迷惑了双眼的反贼队友 剑马超跟张鲁拼命的把雕权往死里开 虽然有忠诚也想保雕权 但是我们内奸加反贼的火力 依然盖过了忠诚的桃子 将雕权给打死 我们松了一口气 同时这个张鲁还依然没有想到我们是内奸 还帮着我们改判搞什么的 好 那我们就利用这种身份的模糊 将虽然衣血在这挂着 同时靠着自己能存三排就防具活到了最后 最后跟主公单挑 我们本来选这个将 就是为了在单挑的时候压制主公 这个压制 因为我们发挥了淋漓尽致 将主公给K掉 这个顿反周态吸收了大量的火力 大家可以看到确实非常的厉害 但是好在因为他位置不好 好在主中方三个人选择了 他作为第一起火猫 否则的话我们还真 这个小身板还真撑不住 最后对付这个张鲁怎么打 一回合跟他造成三点伤害 就可以慢慢的把他消死 这位大家已经看到刘王云的九杀 然后我们杀一下刘王云再一个九杀 这个三血张鲁就去了 否则的话一刀一刀的砍 他肯定是很难砍死的 好在这个主公给力 没有给张鲁 给我们在这里搞拉锯战的机会 直接把他打死 我们作为内奸 对你说声谢谢 然后用自己我们的技能 深深的把主公给玩死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